委智先生也到我们现场 头戴鸭舌帽跟妻子还有儿子廖正汉 一块公开露面 维峰集团董事长廖伟智 最后一次公开露脸 身形略显销售 没有想到现在金船过世消息 维峰集团董事长廖伟智 金船在20号的时候 在自家因病过世 享受66岁 最了解廖伟智4年前 被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经过多次治疗 中间一度好转 不过病情反复 多次到了荣种台大求诊 却始终无法稳定控制癌细胞 最近病情突然加重 20号更传出了病逝消息 遗体暂时放置在第二殡仪馆 而林堂则将涉于外双溪的故居 10年了 我应该可以慢慢退在后面 以前你们 我来教你们 来支持你们 多年前就说着要交棒 民国38年出生的廖伟智 是基隆望族 以五金制造 进出口贸易起家 而后成立了微风集团 一开始在台湾百货界 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因为他敢冲敢撞的个性 做事亲力亲为 再加上政商关系良好 让微风以精品时尚 闯出了名号 然而现在传出了病逝消息 微风集团仍不愿证实 只强调目前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 若有进一步的讯息 会再统一对外公布 记得夏军 陈璋红台报道 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